这才是粉蒸肉好吃又正确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亦 马上要快过年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年夜饭 粉蒸肉的家常做法 肥而不腻,香气扑鼻,口味丰富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块不要钱的闪养黑猪肉 最要是选择五花肉 准备适量的干红花椒 用水泡沙 用来做这道菜的灵魂焦码用 再准备适量的蒸肉米粉 一斤猪肉放入米粉是100克左右 这个是我买的麻辣味的米粉 也可以自己做 接下来把肉切成厚薄均匀的片 厚度大概在一块钱一笔的厚度 各位好朋友 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支持 把切好的肉放入盘中 用清水先浸泡上 这样可以去除一些腥味和血水 蒸出来颜色好看 而且在上米粉的时候更好粘连 土豆一个削去外皮 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切成块 放在一起蒸制 仿佛口感 吃着还解油腻 可以用红薯 或者是冬瓜芋头之类的都可以 切好 用清水先浸泡上 防止氧化变黑 把浸泡过的花椒 控干水分 再准备小葱两根 清洗干净 先切成葱花 然后放在一起剁碎 这是川味粉蒸肉的味道灵魂 腰麻 非常的提味真香 花椒的量 根据个人口味放入 太多了 会非常的麻 当然不喜欢吃花椒的 可以不放 豆洗后放入盆中 再准备生姜适量 先拍破 然后再剁碎 稍微剁细一点 剁成姜末 这样更容易出姜的味道 剁好和姜麻放在一起 把浸泡过的五花肉 控干水分 接下来起锅 来炒制另一个关键的料 豆瓣酱 锅中放入适量的葱油 油热后下入豆瓣酱 炒出中小火 能炒出豆瓣酱的香味 这就是所谓的油酥豆瓣 放在里边提味又上色 放入适量的料酒 去提起豆瓣酱的香味 而且可以使炒出的酱汁 颜色更加的混用 炒成这样 差不多油酱分离的时候就可以了 接下来开始调味 把控干水分的肉放入盆中 先放入米酒两勺 四川人把这个叫做牢骚 接着倒入姜末和椒麻 再放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提味提鲜又上色 接着放入炒好的油酥豆瓣酱 糖色适量增加肉黄亮的颜色 再放入半勺的白糖 活味提鲜 辣椒粉一勺增加辣味和颜色 接着倒入米粉 向着一个方向 把料汁和米粉抓拌均匀 今天没有白腐乳 就放点红腐乳代替一下 放入腐乳是去腥体味又上色 抓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米粉的量不宜太多也别太少 太多口感发硬 太少吃着没有香味 接着把拌好的肉像这样 放入一个小盆中 因为用小盆蒸制会缩短蒸制的时间 农村一般都是用土碗 那个时间会蒸得很长 把肉摆完后 接着把土豆控干水分 倒入半肉的盆中 把这个料再翻拌一下 然后放在这个肉上边 一茶一饭当时来之不易 一定要蹭干净一点 放在上边即可 准备好后 现在开始起锅烧水来蒸制 起锅倒入开水 然后放入一个壁子 水开后 即时开始 放入锅中盖上锅盖 保持中小火 蒸制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后 打开锅盖可以看一下 这个颜色非常的鲜亮 红润有食欲 用筷子把土豆轻轻一扎 就会非常的烂 证明这个就蒸熟透了 然后端出来 扣在盘中 放上小葱花 美味集成 这样一道肥而不腻 香气扑鼻 简单又家常的粉蒸肉就做好了 下酒下饭都不错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